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 人生一场少不了的是非与磨难 改变不了外界 只有改变自己 才能让自己越挫越勇 撒不死你的 终究会让你强大 改变不了你的 终究会为你所用 有人的地方 却有江湖 却有是非 却有争论 地铁上 公交上 马路边 餐厅里 好像无论在哪个场合 我们都能见过人们面红耳赤的争吵 很多时候一个特别小的事情 一句话 一个眼神 就能把一个人彻底引爆 而能回避一切不必要的争执的 不是等着别人的改变 而是要从自己学会主动去屏蔽 不去争辩开始的 在《Drums》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叫《世传奇的人》 常常听世人夸赞老子 于是拔上水水去拜访老子 当他见到老子 看到老子外表平平 住的地方极其普通 不禁失望了对老子说 别人说你是圣人 我看是老鼠还差不多 老子看了他一眼 低头继续读自己的书 完全不理会 事后 世传奇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第二天去找老子道歉 没想到老子根本没有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还对他说 如果有获得大道的实质 你骂我是猪 狗 老鼠又有什么关系 我 还是我 你说什么 是你认为的 他并不能影响我 也不能改变我 人生一场多的是鸡毛蒜皮 导致的摩擦 以及无端的恶意 讽刺 随意的评价 面对这些 没有一件事值得争辩的 唯一能伤害你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的在意 如果你事实与之计较 与之争辩 就会时刻遇到烂人烂事 当你不在意不纠缠 不争辩 心中无事 便是时间好光景 生病失眠第二天 一旦又早起 上班打卡迟到一分钟 中午忙到忘记点外卖 生活工作被各种复杂的关系 搞得精疲力尽 每天都有太多糟心的事情 总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怨 吐槽自己 甚至想要放弃 但是不是从哪天开始 我们开始不再那么 肆无忌惮地宣泄情绪 而是学会不动声色的崩溃 看起来很正常 会说会笑 会打会闹 会社交 实际上糟心的事 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他们不能接着低低地哭 也不能碰碰碰 毕竟明天还要上班 还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都说年纪越大 党子越小 成员人早就把情绪戒掉了 其实不但是胆子变小 只是遇到事情 无数次宣泄情绪之后 我们今天懂得 没有一种抱怨是有用的 没有一种情绪崩溃 是不需要负责的 你此刻发泄的所有话情绪 今后都需要付出 更多的代价去弥补 撞的难强多了 我们懂了 不抱怨就是一种自律 管理情绪就是在 帮自己解决问题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 谁都没有比谁活得容易 只是有人呼天抢地 痛不欲生 而有的人却默默地咬牙 吞下了委屈 逼自己学会坚强 成人人世界 恰是一条鼠道 难遇上青天 唯有自度 才能在艰难骑驶中 挣扎着前进 挣扎着前进者 就能挣扎出一生的好光景 前一阵看到一段话 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在别人口中 有多少个版本 不管你有多么单纯 遇到复杂的人 你就是有心计 不管你有多么真诚 遇到怀疑你的人 你就是谎言 管你多么专业 遇到不懂的人 你就是空白 太多时候 我们会被误解 被恶意诋毁 总是忙着解释 可是你会发现 无论你怎么解释 那些人永远不会改观 解释不清 有苦难辨 有苦难言 其实有时候 一种做法 不解释仿佛 是最好的解释 在一篇心理学文章中 看到这样的一段分享 以下八件事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一 不用解释自己的生活状态 二 不用解释你的价值观 三 如果你问心无愧 那就不用道歉 四 不用解释你为什么需要独处 五 不用解释你的职业 和个人生活选择 六 不用为自己的外貌解释 七 不用解释你为什么单身 八 不用解释你对关系的选择 这个世界上 没有相同的人 和完全契合的人生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都注定 不会被所有人理解 恰如村上春树 在世界镜头 与冷酷行进一书里 曾这样描述 无人感动身受 唯有独自沉默的难过 世上存在着 不能留待的悲哀 这种悲哀 无法向人解释 即使解释 人家也不会理会 它永远一成不变 如无风夜晚的雪花 静静着沉寂在心里 所以没有一种解释是必要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喜欢你的人 永远都看不起你的优点 扎在你身上的刺 讨厌的人 永远不知道你有多疼 懂你的人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人解释无用 微博上有这样的一个热门话题 你不快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特别赞同一条高赞的回答 你不快乐是因为 你没有好好爱自己 且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自己 生活中太多苦恼了 是因为我们把时间 消耗在不重要的人和事情上 而在纠缠之中时 渐渐忘记了爱自己 而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 方法无非是 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人和事 在心中修离重局 自得其乐 看透一个人不必拆穿 你只需默默地远离 看清一件事不必说破 你只需冷静地分析 不争辩不抱怨不解释 意识在不动声色的强大 若无其事 就是对恶意最好的报复 把日子过好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爱护 其实以前吧 我是一个很喜欢解释的人 别人只要诋毁我 会讲的 就是跟我的 就是真实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会反驳 然后就会顶罪 然后不停地解释 不停我跟他那个不一样 不停地想要证明 自己没有错 自己没有错 自己不是坏人 自己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 可是十日今日的我 你要讲我哪里不好 哦 嗯 谢谢 嗯 不管你觉得我不好看也好 你觉得我场合不好听也好 你觉得我只不很无聊也好 还是你觉得 不管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那都不重要 因为我坚持跟努力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对于自己哪里好 哪里不好 自己心里都有数 我也尽量去改变跟提升它 哪怕自己的LC技术 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也尽力去不停地改变跟学习 去调整很多不OK的地方 我一直在努力 可是你只是在旁边 真的说话不忧疼 我干嘛要理你呢 嗯 其实不瞒大家说 在以前的以前 很多人在负面 就是评价我的时候 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说白了 我也背了很多黑锅 虽然事情跟我无关 或是别人造谣也好 就是抹黑这种东西啊 以前听到的话 其实晚上都不太好睡 哪怕睡前的话 就会很苦恼 很纠结 觉得自己好惨 就是我一个好好的人 我也没有干嘛 为什么人家这样对待我呢 可是这个行业 真的呆久了 你就觉得 嗯 其实就像书中说的 你单纯 可是在别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就不觉得 所以你要说 交朋友要交心 或是要交 就是你能互相 能沟通的 能交的朋友 就哪怕说 大家各位支持我的 粉丝们 家人们 你们也是看到我的好 知道我有点 知道我的辛苦 知道我努力 肯定我的付出 还要帮我成就我的梦想 然后你们才会在旁边 一直陪伴着我 那当然我也理解你们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们 有任务理解的部分 我很谢谢大家的陪伴 跟支持 我也一直在努力 所以 其实真的 跟我们的主题说的一样 有些话 人人就不想说了 哪怕有的时候翻信 我真的好生气 我好想说 可是我会想先转一转 然后以后再说 因为有的时候 当下刚知道 这个事情的时候 情绪化很重 你不能做出 很正面的回答 或是很客观的去回答 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就好比说 我们在说情绪的时候 不要做决定 有情绪的时候 不要去跟人家吵架 怎么样 因为你会讲出 很多违心的话 甚至会伤害别人的话 到最后会导致 很大的问题 你无法解决 所以还是留点口德 不管你遇到不好的事情 还是遇到很伤心 有什么事情 我愿意当你的垃圾桶 你可以跟来跟我说说 然后我们来好好 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再做出下一步的决定 或者你也可以 在自己的微信 或是赖之类的 然后就创一个小号 把自己当时 想要发泄话 全部都打在上面 哪怕是语言也好 全部都发给他 然后再冷静冷静 发泄完 招的打回来 看待这个事情 你会发现世界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对你会有帮助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么明天就会再见啦